成都就是一个我自己很有感情的城市 提到高通你会想起什么 手机芯片骁龙8家 但骁龙绝不仅仅只是手机 现在已经涉及到PCXR 还有智能座舱 那么今天我正在成都东郊际骁龙嘉年华的门口 现场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来到的是骁龙玩家装备裤 这里展示了最新的可穿戴设备解决方案 包括眼镜手表耳机 另外还有WiFi7首秀 各厂商也有成品路由器展示 应该会很快上市 骁龙8家芯片今年好评如潮 这里罗列着近期上市的十几款机型 各大厂商基本上齐了 小米场馆很会玩 不光展示了最新的手机 还有透明电视模拟器赛车 家庭健身甚至铁弹还上台表演了一波 骁龙XR体验舱看着就很排面 八个座位同时开稿 既然有点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咯 我也进去体验了一把 虽然以前玩过类似的 但这次还是有点吓到了 餐馆里还有很多王者荣耀的 Coser小姐姐 大家觉得姚小姐姐可不可爱 那荣耀这边以展示手机为主 有线下卖场那味了 那Magic 4自争版这个变焦还行 iQoo场馆应该是小姐姐最多的场地了 这个大电池就很有特色 踩得越快就亮得越快 很符合200瓦快充的格调 那一家这边红白配色很清爽 那场地游戏是和路亚路手游合作 那主推展示手机也是最新的S Pro ROG直接弄了个很大的比赛场地 那整个场地是红黑配色 手机路由器都在 红魔竟然把擎天柱大棚车开到了现场 惊喜的是我们还捕捉到了野生的红魔高管 李总这次是什么原因让您亲自带队 从深圳过来的 那肯定是我们的擎天柱吸引我来的了 开玩笑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今天来参加高通骁龙驾年华 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也是很好的合作的一个场合 所以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在成都 做这么大的一个投入 首先成都就是一个我自己很有感情的城市 咱们说个人 因为我也是成都上大学毕业的 然后从成都离开的 我是沉淀的 所以我在成都很有感情 当然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成都有非常非常多喜爱红魔的粉丝 我们叫魔斗 我们一定要报答他们 希望跟他们一起来庆祝我们红魔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 我们红魔的产品经理超哥 就第一个了 其实现在用比如说香龙8 其实风品挺好的 很多厂商都在用 那我们红魔跟高通之间 或者说彼此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游戏手机 所以我们更多的在散热 在性能方面其实做了比较多的一些调教 那高通呢 在这中间我们一直是进行了深度的工程师之间的一些沟通 所以在整个的性能调教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些跑分的平台上 跑分 基本上都是八榜的对吧 这也是离不开我们双方的一些努力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高刷屏 165克的这种高刷屏 也都是跟在高通的这种芯片的技术上 大家双方去连调 还和高通一起来连调 是的 了解 然后第二个了就是其实现在电竞手机啊 游戏手机性能手机竞争很激烈 就是我们的红膜某种程度上 在您看来哈 除了这个性能 除了这什么高刷 这个功耗散热之外 您觉得还有什么最独特的地方 如果让您说两三个关键词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外观 对吧 哦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今天下半年刚出的大黄风 对对对 整个外观非常的霸气 而且是非常的有特色 辨识度非常的高 用四川话来说就是扫起的皮薄 扫起的皮薄 哈哈哈 非常吧 第二个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有的风扇 其实这个风扇这个可以看到 其他家也有啊 你说的另外 对是有 但是我们的这个风扇 其实它在整个的风扇发 发挥的效能比上面 其实做得非常好的 哦 就是说它对功耗的影响很小 是的 我们不单要给它放进去 而且要让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了解 功耗低 同时呢 风量做到最大 够大 对对对 OK OK 还有了 第三个其实 那就是我们在整个行业 其实一直是创新的 比如说屏下摄像头 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中 无论是正在推进的智能驾驶 还是幻想未来的元宇宙 我们都能看到 骁龙的身影 就像一只只迅猛的小精灵 他陪伴和驱动着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广大科技爱好者 手游玩家和Z世代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说逛玩骁龙嘉年华 带给我的感受 是科技电竞和潮流 那么我们期待着 所有的科技厂商 与我们消费者一起 共同去建构一个 和平友好 潮流酷炫 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新世界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求点赞 求评论 求转发 没关注的朋友 点个关注 我是沈沈 下期见